接下去,这一篇要帮同学介绍的是句型的运用第十一 这一篇是很重要的一个句子结构 它有两组,一个是表目的的,solet写在一起 第二个是表结果的,表目的我们通常都翻成 以便怎样,为了怎样,后面要接主词,还有动词 那么常常会接一个may的助动词 那表结果呢,solet是分开的 那中间可以加名词等等,或者是这个形容词都可以 我们要看句子的结构,这是分开写,我们就翻成 那么,所以,或者有人翻,如此,以至于怎样 在solet表示结果,中间如果是添加单数名词的时候 因为强调的点不一样,所以它的写法会有不同 这个一定要小心,容易写错 用solet的,sol是副词,它后面可以修饰good形容词 好,所以这个地方的重点是so good 那such是属于形容词,它是修饰名词 所以这种写法,所以这种写法重点是在强调such a student 这个是强调so good 因为强调点不一样 so,副词,修饰形容词 such是形容词,修饰名词 因此写法就不同了 这个请同学稍微留意 so is so good a student let many teachers press her 所以呢,很多老师都称赞他 press her,就称赞他的意思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翻译 他必须努力工作,并且常常加班 哇,这个是没有办法 如果大家庭 这个是一个大家庭 爸爸妈妈又孩子 哇,那个真的是 以便,好,目的就是以便抚养八口的大家庭 老师在讲片语的时候有讲过 翻译,你可以用纸句 你可以用片语 通常短的内容用片语 长的内容用纸句 我们大概就这样子分 但是还是要看结构 因为它之间可以交换运用 这个一定请同学要认真地给他学好 纸句转片语,片语转纸句 那这样子你的写法不论翻译作文都会比较写得比较顺畅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个翻译 他必须he has to 三人生用has to 努力工作很简单 work hard 但是我们写work hard是对的 那么同学常常会初心写到hardly 他认为说hardly是副词啊 可以修饰前面的work动词啊 对不对 所以是用hardly 不对 因为hard本身就是副词了 他就可以修饰walk了 那hardly也是副词 但是这两个内容不相同 hardly是指几乎不几乎没有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hard是努力的意思 不一样 好,并且是另外一句了 常常加班 哦,加班 这里有补充 work overtime and我们可以用加讲 加一个字进去 and even 甚至 他已经很努力工作了 那甚至还要常常加班 哇,那不累翻他啊 对不对 even是加强的 and even work overtime often 这样子就很清楚了 work overtime 就是加班 often 经常 甚至还要经常加班 目的在哪里 以便 so late 那么这个so late 你也可以用 in order late 甚至金钱一点 都可以用late 好吧 那late后面 要接的是纸句 可是很多同学 不了解句子结构 他就会弄错 以为说 以便服养 老师后面接的是服养 所以我们马上就要接服养 so late support 后面就接服养 s-u-p-p-o-r-t 这样对不对 不对了 late是连接词 句子一定会有主词 中文如果没有主词 你要直接补上去 要补什么主词 完全有前面的内容来判断 这边的主词是讲他 所以后面主词也是讲他 那这个他你就要补上去 所以你要用 he may support 这个才是正确的 那同学可能会问 老师我用片语可不可以 可以呀 那就不要用late 你就用in order to support 就可以了 我们等一下再顺便写一下 我们现在先写子句写完成 好 这个so late late 这个或者是in order late he may support a big family 一个大的家庭 那家庭有多少人 那就后面加一个片 of eight person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 one person two person three person 这样子 你如果讲说 eight people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 eight people是强调整体总数 一共有八个人 那我们这边比较强调单数 八口 有爸爸 妈妈 太太 这个什么 又小姑 又什么小叔 又什么孩子 强调单数 一个一个 我们用person 是比较贴切的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 刚刚老师讲过的 也可以用片语啊 对不对 哎 片语 那我们就写 这个 常常要加班 对不对 以便 in order to support 这个就是一个片语的写法 OK啦 用in order to support 就是片语 用so let he may support 就是子具 这样了解了吗 好 养家户口 通常我们用support once family support 就是支撑 抚养一个家庭 那也可以用keep families 也可以加keep his family family是可以当家人 很多的家人 living living是活下去 存活下去 维持他的家人 能够活下去 那就是抚养的意思 家具补充一个片语 两个片语 这个是相对应的 一个是totu 太而不能 一个是not to do never to do 是不会太而不能 这个地方同学容易误会 因为totu本身就是否定 这个就是否定的片语 那前面又加一个否定 这变成肯定了 这个概念要注意 never to do not to do 是变成了两个否定 变肯定 那这边是否定 太怎样而无法变否定 我们看例子 最容易了解 tony is too stubborn to accept our kind advice tony太 stubborn 太倔强 太固执 而不 而不 accept 接受 our kind advice 我们善意的中固 太固执了 不愿意接受我们善意的中固 太而不能 那这下句是 not to do 不会太老 而不能学习 他说 you are not too old to learn how to use a computer 怎样使用电脑 好 那这个 意思 就是说 如果我这个 劝你说 诶 可以开始学电脑了 对不对 他说 哎呀 我退休了太老了 没办法学了 那你就可以 接着讲说 你 不会老到 不能学习 如何使用电脑 你还没有太老 还是可以学习的 你不会老到 不能学习的地步啦 你自己懒惰不学啦 这个意思 大概就是这样 not to do 不会太而不能 你还是可以学的 再来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saying 你有没有曾经 听过 ever就曾经 以前到现在 有没有曾经 听过这个格言呢 sing就是 谚语格言 is never too late to man 好 it 这it 是指 虚主词 真主词 在这边 那么 never too late to man man的是什么 修补 这个 这个 it 当 时间 也可以 因为这边也 有一个 latin是强调时间的 所以 这个意思就是说 时间 永远不会太迟 而不能 修补 那就 不会太迟 而不能修补 我们中文就翻 亡羊补牢 有未完也 不论怎么词 都还来得及修补 那就是我们讲 亡羊补牢 有未完有的意思 好 这个totu 跟not too too never too too 同学是很容易混淆的 老师再 这个 补充 说明一下 好 十一的句型运用 就讲解到这里 就讲解到这里